大家好,我是艾莉 旅行的时候啊,有一个让人特别头疼的大事 好端端的旅行照片呢,到家打黑一看 全拍虚了,想要撞墙的心都有 照片拍虚呢,主要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呢,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被拍摄的物体或者是人移动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拍摄的相机移动所造成的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避免手持相机所造成的抖斗 让照片呢,不再拍虚 旅行的照片呢,也不再有遗憾了 超级可爱,有没有 照片拍虚呢,会经常发生在环境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比如说阴天,还有呢,就是傍晚 特别是在室内拍摄的时候 由于环境的光线啊,不够亮 快门的速度呢,就会降低 提到快门速度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叫做安全快门速度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当你使用的快门速度数值 不应该低于你所使用的胶段数值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啊 其实不难,我来解释给你听 也就是当我们使用的镜头胶段为50毫米的时候 快门速度呢,不应该低于1-50秒 当我们使用胶段为200毫米的镜头的时候呢 我们的快门速度会应该低于1-200秒 这是安全快门啊,比较早的一个概念 但是数码相机发展到今天 出现了很多不同尺寸的传感器 镜头放到不同的传感器上 它所显示的数字呢 和它实际上的等效焦距又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这个相机是APS-C的相机 它并不是全画幅的 它的传感器面积呢,比全画幅的要小 所以当它在镜头上显示为55毫米焦段的时候呢 实际上啊,它的等效焦距为83毫米 所以呢,我在使用55焦距的时候 我的快门速度会应该低于1-80秒 虽然使用全画幅相机呢,那你无所谓了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AVNC相机 那么你应该像我一样去考虑它的等效焦距 作为它的安全快门数字 虽然这个概念有点老 但是呢,完全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一个安全快门数字 根据安全快门的规则推算啊 就会发现,广角镜头的安全快门可以到达很低 但是使用长焦镜头呢,就需要特别小心了 拍虚的几率会大大的增加 但是啊,无论使用什么样的镜头拍摄呢 其实我们都最应该注意 以屏幕当中快门速度的数值 一旦发现它低于安全快门速度 那么就应该提高ISO和打开更大的光圈 来加快快门速度,保证不会拍虚 在这里呢,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平时拍摄的小技巧 在旅行当中走动过多的拍摄呢 可以使用快门优先模式 也就是相机上的TV模式 这样呢,可以把相机的快门速度 控制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 ISO呢,可以设置为自动 光圈呢,可以设置为5.6到2.8之间 当然具体的数值呢,还要看环境到底有多暗 以及虚化的程度 如果呢,环境太暗了 那就开大光圈 如果虚化的程度过大 那么就缩小光圈 这种方法呢,在旅行当中非常非常的有用 至少我们不会拍虚了 如果相机和镜头有防抖功能呢 就太好了 镜头上有OIS 或者IS标识的呢 就是表示有防抖功能 在手势拍摄的时候呢 建议把所有的防抖功能全都打开 除了安全快门之外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快门极限 当光线不够的时候呢 可以去尝试更低的快门速度 当然呢也可以靠一些外力 来增加相机的稳定性 比如说靠在一个东西上面 或者是把相机和胳膊 支在这样的一个台子上面 都会对不拍虚照片 能有很大的帮助 从以前的拍摄工作当中呢 我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 就是每拍完一张呢 我都会回放放大 看一下细节 特别是呢我选择的焦点位置 是不是拍清楚了 如果遇到拍虚呢 我还可以有机会 马上的重新拍一张 如果到家才发现这个问题 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了今天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就到这了 让我们一起学习摄影 从告别拍虚片开始吧 感谢收看我是ID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最近的天啊开始变暖和了 让我们一起出来外拍吧 其实一点都不暖和 今天特别的冷 下周见 六点四十二分零度 太可怕了 今天实在是太冷了